我認為締補機制其實是缺乏諮詢的 特別是政府說到 今年的締補機制可能會涉及影響到區議員的選舉 以至到超級區議員的議席 但是更加需要諮詢 但是這麼無奈地 你知18區的區議會都沒有諮詢 所以這個做法是不合理的 所以我們認為政府是有需要撤回 或者押後這個締補機制 而不要闖綴的立法 而且在暑假期間 要好好地諮詢我們市民 另一方面 締補機制要關注的就是 不能夠剝削香港市民每一個投票的權利 每一個補選其實都是珍貴的 當然之前可能有些補選或者出缺 是有一個技術的困難 我們大家從長計議 當然我們香港市民是都不希望 胡亂地浪費公帑 所以我們這次應該有些適當的時間 去做一個諮詢之後 再拿上去立法會大家去談 我就著締補機制 我覺得是值得多方去考慮 究竟會否是一人兩票 以至究竟選舉機制 如何形式是出缺 先是恰當去重選或者補選 我覺得這些都是很值得 我們每一位市民給意見的 接下來就著締補方案 我希望政府給足夠的時間 讓我們所有市民去諮詢 另外也要參與一下 關注一下我們地區人士 以至區議會每一個階層的表達聲音 這方面才不會令到 無緣無故立了一條惡法